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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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思维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 科技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易G 新锐美女分析师Kingsley 股市K线小王子Brand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啊 今天的话呢 咱们看到了三大指数啊 同时的高开创新高啊 尾盘的话呢 都在创新高 但是啊大家要注意 今天呢我们看尾盘呢 道琼 呃 这个纳斯达克啊 标普尾盘呢 都有一个冲高 预阻回落的一个过程啊 有一些 呃 这个抛盘啊出现 所以说呢明天啊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啊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要有一个预期啊 要有一个预期 呃另外呢 今天呢我们看到呢 呃这个黄金啊 涨了两块钱啊 幅度非常的小啊 幅度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 我们看一下啊 GLD 呃这个幅度非常小 但是呢 呃在这个尾盘呢 呃有一个咱们看30分钟啊 30分钟的 呃级别上啊 在尾盘呢 呃似乎有一点向上收的动作啊 向上收的动作啊 呃 我们把时间呢 稍微的扩大一些啊 呃 来一个 10天的啊 好啊 呃今天啊 我们看黄金的话呢 在尾盘啊 有一些 呃向上收的一个小动作啊 向上收的一个小动作 呃黄金的话呢 可能还会维持在啊 呃1200块 1210块的上方呃 进行一个整顾震荡的过程 至于是反弹啊 还是继续下跌 那么咱们要这个看方向性的一个选择啊 呃另外一个品种呢 就是原油啊 原油呃 呃这原油的话呢 今天这个高开上工到49块钱逐机回落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呃还是保持了一个上升的日线级别和这个这个级别上啊 保持一个上工的一个姿态啊 上工的一个姿态 呃所以说呢 原油啊 目前来说呢 可能在呃50块钱下方啊 有一个预阻的动作 但是呢 上涨的趋势似乎呢 呃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改变啊 呃另外呢 就是这个指数了啊 今天呢 呃指数呢 还是一个 呃 这个以高点收盘啊 咱们看看日线啊 日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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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以高点收盘 但是呢 今天的这个高点的话呢 呃 是一个高位的一个十字星 而且呢 尾盘啊 呃我们看到这个尾盘 咱们看一下 五分钟啊 五分钟图 嗯 五分钟图的话呢 把时间调一下啊 看看两天的啊 我们看啊 最后的五分钟啊 有一个这个放量呃 的一个过程啊 放量点位也收低的一个过程啊 本来呢 呃收的点位比较高啊 但是尾盘有一些刹跌过程 可能呢有一些获利盘 呃回吐啊 所以说呢 明天咱们要注意呢 这个整理姿态的一个过程啊 整理姿态的一个预期吧啊 一个心理预期 呃那在今天的话呢 呃给大家呢 还是介绍一个小股啊 一个小股票 呃介绍这只股票呢 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操作了它啊 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操作了它 因为呢我们随着这个原油的上涨的这个过程啊 那么这只股票的话呢 是我们中文投资网的一个栏目啊 一个栏目 就是这个我跟朱迪老师做的这个 呃黑马啊 黑马的这个栏目 那么 这只股票的话呢 呃我们可能已经开仓了一段时间了啊 咱们看一个三个月的走势啊 三个月走势 我们可能是在十 呃这个这个十八年 十八九块的位置上介绍的这只股票啊 随着原油的调整的话呢 呃他也调整了一下 但是随后呢震荡上行 现在已经打到了二十二块四毛四分钱啊 那么我们如果看 呃年这个这个年限啊 两年的姿态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整体的十八块钱的这个 竞线位啊 基本上都被突破了啊 二十块钱的这个区域性高点啊 也被突破了 大姿态已经走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 呃跟大家说这只股票的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如果想没有时间盯盘啊 想做一些波段性的品种啊 波段性的品种的话呢 呃可以呢 呃这个着重的看看我们这个黑马股啊 黑马股 这只股票呢 是从黑马股里面挑选的过程当中呢 呃提出出来的一只股票啊 提出出来的一只股票 呃近期的话呢 也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呃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样子吧 啊十八块多钱 呃跟大家说的啊 现在二十二块四毛四 呃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收益啊 就是这只股票 呃在这说这只股票的话呢 并不是说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 啊去接入这只股票啊 因为已经涨起来一些了啊 呃只是说呢 呃大家如果说做day trade 啊咱们看vip 啊这个做这种波段性的股票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 嗯黑马啊 我们的黑马 呃这个黑马的收益的话呢 给大家呢简要的看一下啊 啊对这是啊我们现在 这是截止到十一月十五号啊 近期的还没有出 因为近期我们有一只股票 呃已经打到十五块了啊 当时我们十二块多嘛啊 已经打了十五块了 这个收益率呢还没有算进去啊 还没有算进去 呃差不多估计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 可能同期啊投入标普的话呢 五万块没有波动啊 那么呃做黑马的这个呢 可能达到六万左右啊 所以呢想呃投资股票啊 我们这有不同的产品啊 可以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官网 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啊 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咨询你更适应你的口味的产品 好吧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美股直播呢 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